全油管最快新闻 3月12日新华社报道了云南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南等地农民们在田街忙碌的场景 他们驾驶农机施肥、翻根、喷洒厨、草剂为春季农作物的生长做出努力 农业春耕季节 农民们的心情付出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先进的技术 如自走式喷雾机、无人机拍摄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让我们一起期待丰收的季节来临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